哎 哎生理师大哥你看 帅不帅有被帅到吗 够帅哈 可以了哈帅帅帅帅 够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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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多帅还要多帅哎呦呦呦呦呦 好像累累坏了吧哎 你也知道吗 累啊累啊累啊眼睛都红的 哈哈哈哈 但没关系了一切都是为了艺术 就你们这个六倍光束这组组员存在 挨个给我分析一下每个特点 每个人除自己之外啊啊啊啊嗯嗯 王熙 成熟的吻嗯声音的非常好 王熙声音特别好听 好听第一次听到王熙之后就真的全粉了 我那时也跟他说我看完他表演的时候 我就哇 真的很棒 你他他教你什么东北歌了吗 他东北人 王熙教我唱一些东北歌 但我现在有忘记对 听说你会学那个谁的腾哥的那个天边是吧 我看看咱我看原版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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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amily my home my paradise dice 你声音模仿挺好说你模仿声音模仿特别好 迪马西的吗 我说迪马西斯上 like 呃迪马西 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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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it's very simple i tell you 啊对对对 然后我叫那个迪马西他在教我他的语言的时候 对对对我发音的时候他就 very cool oh my bro perfect so good 哈哈哈 哈哈哈他就是一个呃 一个天才我觉得嗯嗯 许之邪呃毕就弟弟叫弟弟小弟弟对 你和之前是 认识很多年了吗还是五年好像五年对那时候拍如果爱聊了很多就突然发现哎这个人 就很单纯他很依赖你哎有吗有有有我们感觉他很依赖你 就很很善良然后呃知道他那么年轻然后也是一个爸爸对呀就觉得哎还还哇很有 家教的这种一个感觉然后跟家人很好我觉得都很不错所以就很 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好朋友你们俩是约着一起来这个罪光的吗是约好的吗嗯 有有有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对啊有我有我有说有他在其实我会更想要来但是我以前在这来这罪光 圈我没有认识到他的那天我一看以后确实 哦形象各个方面言谈剧主教养各个方面都很好都很好 surprise 因为我知道他非常热爱舞台对然后他有这个机会我我觉得是很棒嗯嗯然后就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他 其实是值得在舞台上然后让人家看到欣赏他的这个东西对啊然后9c 90是第一次接触吧97不是97其实我们之前就就认识了他也是喜欢潮流的一个人是 所以那时候就刚好认识共同的朋友然后介绍我们认识啊小龙哥 温柔的可爱嗯哼跟小龙是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吧小龙 那时候有一起拍过拍过戏 他们给我爆料说你还上台之前为了显示还伏机上抹油了是吗 手臂了手臂手臂啊手臂啊哈哈哈哈 蛮不那个吴正宇看到了 对对啊你你你干嘛这样子不必了对你知道 啊 你干嘛呢又抹什么油呢 没办法你知道已经年龄已经需要抹一下你知道 要不然像你干嘛呢 像机器要不然就不会动得了你知道 那个现在那现在怎么凭什么保持身材 健身吗每天健身很多吗还运动很多呀饿坏自己啊 没来看 不吃就不吃不是不是还是会吃但我肯定在 拍东西的时候我吃的就的确是比较健康一些然后比如说 对在这一阶段在这个追光我这一段时间吃什么 你的师傅我听到巨多沙拉跟鸡胸烫鸡胸肉 然后烫花椰菜 然后还会吃三明之类的淀粉还是会吃 嗯但我就是不会吃太多炸的 有你知道油炸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披萨 或者汉堡那些宵夜呢不吃的宵夜几乎不碰 怎么可能跟这帮兄弟们在一起你不碰宵夜的 不不太碰我我去闻他们的宵夜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有一次那个酒席他肚子饿了他在那边看着说 但你不吃我有点不好意思在里面吃泡面 我说没事没事你吃 他后来 烫水之之后他就摆在那他就在那边洗澡 把汤给你了 对然后我就 打开 闻一闻 啊 那我以为他不更想吃了吗 没有你就你就闻到你知道 胃里面又觉得啊都都到了你就 就哎就够了够了 现在你做艺人是怎么样对自己有要求 那有一天如果你真要不做艺人不做演员了 你会放开自己吗 呃 其实现在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 身材一定要怎么样 最主要是健康 健康 我觉得最最重要是健康 而且你自己状态感觉好了对自己也是个 对因为你如果完全松掉都不运动的话 其实对身体很不好 而且很多更快有有问题会出现 你在舞台对自己舞台最大的 期待是什么对自己 就可以有一个 完美的表演 可是每个每个 在舞台上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可目可望吗 对不对就是从头 从零到四分钟一结束的时候 棒就没有没有任何遗憾 没有任何那个后悔任何动作只是 就OK都OK了 但这个很难呢 联盟秀 吴建豪和来自周小欧战队的张奥月 联手在高空挑战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防员的故事 从未接受过终调的他 也兑现了他追求完美的期待 你最开始跳舞是因为什么事是喜欢跳舞还是谁发现妈妈发现的天分 其实一开始我我记得 我有一个舞步我我二姐大姐会跳然后我不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有点逗我然后取笑我 然后后来那时候没想太多之后后来 去减肥中心我妈妈把我送到一个减肥中心你很胖吗 不受我真的吗我看着有一些有有照片我看看他到底有多胖 这个是谁啊 那个是我 哦你真胖过呀胖过胖过对看不出你原来胖过的人 我那时候其实一出生的时候就有点肉然后后来太瘦 太瘦了之后 就帮妈给胃也吃啊一直胃到最后就胖起来了胖那时候多大十几岁有十岁吗我那时候可能 七八岁对七八岁九岁十岁那时候就一直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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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大概11岁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把我送去减肥中心 那时候刚好他们教跳韵律操 然后就and one and two 然后那时候 学会节奏感的时候 就后来懂得怎么样去跳舞这个这个东西然后刚好在那个 大家在跳舞的时候在那个圈圈里面 然后大家给我呼喊鼓掌的时候 就刺激到我了 然后就哎这个这个这种感觉很好对对然后就陆陆续就一直一直慢慢自己在练一自己来我就放卡带VHS的那种卡带 然后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学 把动作放慢抓这个抓那个然后就学会了一些对 但那个这接触怎么怎么骨折是是因为好那时候太什么回事啊太急了吧是自己想要太冲动想要把这个动作先练好 当时一听到骨折的时候 然后他们在包他们在打石膏的时候我那时候 我头一看就把头变成好像像个大哥的样子哈哈哈 我我见得我我印象都见好一直是个样子这个突然说是这样好吗那时候就哎 没有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头发的 这个我刚才看了以后 你没变坏亲爱的 嗯这个什么时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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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一站幸福的时候 那时候拍 呃 任光西然后 啊 这个还有昆曲呢这个对这个是拍 倒是下山的时候 跟那个陈凯克道 走光路的时候 吴建豪携带的纪念品 是一尊尊雅克力的小人 每一尊小人 都记录下他不同的角色 记录下他不断突破的步伐 这些照片 都是我之前 人生 难忘的一些时刻 给我一个 回念 其实你演了好多角色也念不登的偷偷的哈 就不知不觉的就演了这么多角色 就我觉得有有机会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你想的是歌唱 来主打的没想到自己会演戏吗没想到 呃会希望是有一天也可以去演戏 但是真的是希望是以歌唱为主线 这几个角色当中你觉得 离你本人比较远的哪个角色就是跟建豪比较远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那个角色 那应该倒是下山那个吧 两位什么呢 嗯 从来没接触过因为 也不是就是他 最远的地方就是完全是自我完全不敢 不管其他人这个角色 嗯 导演的时候 选我的原因还挺好笑 怎么讲的 那时候就 呃他说 建豪 这个角色呢 他 活在这些世界里面 带一点 自恋啊啊啊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就是你 有凯克是吧对 但我觉得那不是自恋那个是有自信对对对对对对对 走 一 的 我不是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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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